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妹妹 我见过又胡说了 我们的脑子里面 对贾宝玉的这种形象的一种感觉 更多是来自于 62年上海拍的乐剧《红楼梦》 由徐月兰乐剧大师演的《红楼梦》 那一版《红楼梦》 应该说是拍得非常成功的 也影响了几代的观众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的是梁儿画 戴尊邦先生还有刘淡宅先生 他们都画过《红楼梦》的人物 最后做成了梁儿画 梁儿画画得非常好 很传神 1983年电视剧《红楼梦》首拍 朱玉在前 压力更甚 剧组用两年时间 在全国范围内 公开临选主要演员 进入学习班 岸山花剧团 是江苏省洋剧团的 老师岸桂省花卫剧团的 唯有贾宝玉这个角色 一直悬而未定 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先生就说 你们要找一个男孩子来演贾宝玉 这个男孩子在中国还没有生出来 就可见他们要选他们心目当中贾宝玉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导演希望贾宝玉的身高是1米68 这点倒是也刚好就达标了 最主要的还有我从小就演电影 《春潮集》《冰山雪莲》 我的十个同学还有电视剧啊 这我从小就接触 最后王福林导演 定我来演这个贾宝玉 我给你的那个荷包 你也给他们了 妹妹可变得有出息了 不但个也长高了 还学会办事了 喜欢纯净的女孩子 又喜欢在大官员跟姐姐 为我们在一起 又不喜欢男孩子 又喜欢吃胭脂 她的这种行为动作 我从来没把贾宝玉演成一个年龄枪 那时候我开玩笑说 我是第一代小鲜肉 我们这种小鲜肉呢 是什么 是一张白纸 这个白纸呢 你就提供给了导演的一个 在你的白纸上 可以任意发挥的一种空间 贾宝玉的出现 向沉溪甘露 搅动大官员里的一池春水 这胭脂膏子 别等我回来再治 王福林导演说 他说你这个拍完《红楼梦》以后啊 你就别拍了 你拍任何戏都不过瘾了 那《红楼梦》都过瘾了 老天 老天哪 你有多少精灵神秀 即生出这般 绝代佳人来 八七版《红楼梦》 它实际上影响了几代人 五零后 六零后 七零后 八零后 九零后 都受到它的影响 满有这个《红楼梦》的情怀的 感谢热爱八七版《红楼梦》的 这些无数的粉丝们 他们的喜欢 爱戴 敬重我们这个八七版《红楼梦》 这个名字倒好 不知因何而起的 八七版《红楼梦》 陪伴观众至今 仍余味悠长 经典循环 再品《红楼梦》美学 洞悉人间万事 今下 让我们再次 《红楼梦》一场 其中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